来源 翻开历史和现实 本月12日 也就是前天 周三这个时候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最关键的一条是 任何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 都将被视为直接与克里姆林宫的军工基地合作 美国将有权在世界上任何与已经受到制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 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列入黑名单 这项制裁的核心目的就是切断俄罗斯金融系统与美元 欧元的交易 美国人新的制裁计划一出 英国一如既往跟进 欧盟也同时跟进了 这项制裁最可怕的一点就是 往后卢布要想换成硬通货美元 欧元 甚至想换成某某币都很难了 没办法 美国加欧盟一起来制裁了 我估计别国的金融机构还是要掂量一下的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莫斯科交易所就匆忙宣布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 同时 卢布兑美元也将至了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100卢布兑换亿美元 俄罗斯家的普通民众也不傻 也不呆 更加不会让自己手上的卢布变成废纸 于是乎 俄人纷纷闻风而动 莫斯科街头立刻排起了兑换欧元和美元的长龙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莫斯科方面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然后立即出台了对应措施 莫斯科方面为了防止俄人大量兑换美元和欧元 他们迅速调整了美元 欧元的买入价和卖出价 莫斯科方面当机立断地决定 一美元买入价是52.8卢布 卖出价是132.4卢布 简单点说就是你手中的一美元可以从莫斯科银行兑换52.8卢布 如果你想用手中的卢布兑换美元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你得用132.4卢布换取一美元 这是个啥意思呢 其实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告诉俄罗斯民众们别兑换了 目前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已经暂停了取款业务 甚至连网上的取款业务也暂停了 网站处于维护状态 目前来看的话 俄罗斯各大银行的门前抬起了长龙 每个人心里都在想能取一点是一点吧 别真的让手中的卢布变成了废纸哦 那么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有四点 第一 尽管有无数人 无数次媒体在说 美元衰落了 美元霸权不行了 美元甚至都要成为废纸了等等 可是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美元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悍 最稳定 最值钱的货币之一 如果美元真不行了的话 我想也不会有那么多国家 选择美元当外汇储备的主力军了 没办法 世界上大宗货物的交易 很多时候只认美元 别的人家不认 第二 我记得同样有无数人说过 俄罗斯是越制裁 越强大 越封锁 越厉害 我实在是想不出 这种悖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逻辑上根本就不值得一搏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么岂不是曹 医 古 旭都早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吗 第三 很多人在说 俄罗斯普通人也是受害者 他们是无辜的等等 我其实有一个观点是 你今天不说不 明天你就会变成受害者 哪怕你选择沉默 依然会如此 如今依然有那么多的俄罗斯普通人 在支持战争 上次选举的时候 亦如此 难道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难道他们不应该承担一点 自己酿下的苦果吗 第四 这场俄乌冲突 达到现在为止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对于俄罗斯的普通人来说 早点撤退 早点受益 谁不想过安稳的日子 谁不想过好日子 又何必为了他们的利益 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甚至生命呢 我认为 根本就不值得 最后我想说 这次俄罗斯打样 打得非常成功 极其成功 让后来者 要好好地掂量和思考一下 我认为 这也是目前 俄罗斯对于整个世界 为数不多的重大贡献之一 我认为